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 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 有什么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向我提问 下期就让你上电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 我是王炯 现在有好几个名称了 什么王炯啊 小白啊 提问的时候 什么巨龙哥啊 之类的啊 我是王炯 好这一期的白问 跟大家汇总一下 上一周小伙伴们提到的问题 先说一下测评视频的进度 就是我们完成了MIX2的全面测评 然后关于这个iPhone 8 Plus呢 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快速体验 后面呢我们正在进行iPhone 8的测评 但是这次的iPhone 8的测评呢 可聊的点并不是特别的多 主要是在处理器和相机这两个方面 后面的X呢 可能会有一个再全面一些的这个 打测评吧 OK那咱们就废话少说 来看一看 这周小伙伴们都有什么疑问 干活多屁话少 白问第十期 第十期了啊 马上开始 OK来看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 且听风吟 这个小伙伴好像是被精选过啊 小伙伴能不能找个时间说一下 那双卡双盖手机是不是要比单卡要费电很多 我的这个皇帝买S8中午11点这个充满电没怎么用到晚上就45%了是不是不正常 然后双卡使用都是微博和拍照和阅读两两卡耗电是这个原因吗 其实双卡双盖手机呢对续航来说呢是有一定损耗的 但是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损耗还是相对较大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三星的手机有关系 三星呢这一次的S8与S8 Plus为了去年避免电池门的事件在电池上做的是比较保守的 它电池呢是比较小的 比如说到这个S8 Plus正常那个尺寸的电量可能会要好一些 对于国产手机来说呢 双卡双代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好来看下一个小伙伴是来自B站的英特尔今天挤牙膏了吗 小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玩这手机性能衰减会这么明显 我今年年头买的小米5现在已经玩空话箱已经小卡了 而且发的比以前也大了 首先这机器是什么时候发的 你要知道你年头买的这个小米5那是你那时候买的 它早就发了对吧 我现在买小米5那可能现在就卡对不对 还有就是也之前跟大家聊过的就是软件倒闭硬件的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的这个硬件呢 尤其是处理器方面发展的是比较快 软件呢知道硬件可以达到更好的要求之后 比如说这个微博啊微信啊 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游戏啊 它可能就会做更多的特效啊 做更多的动画啊 塞到这个软件里面 要充分的去利用硬件的性能 所以说就形成了一个倒逼的情况 现在有点卡是可以理解的 OK来看下一个小伙伴 什么什么什么啊 是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 小白小白关注你有一年有余了 我一直很纳闷 手机内存的其他占了很大的内存 这到底是什么呢 能不能有效的方法减少内存求上电视 这个其他呢主要是这么几种 第一个部分是系统预留内存 因为系统有很多基础的操作 比如说什么电话啊 或者说设置啊 计算器啊 文件管理啊 它要保证这部分基础的系统级的应用呢 有一个流畅的运行 所以说它要保证一部分内存 这个是包括储存在内的啊 还有一部分就是文件的碎片 这个就是你平时下载一些软件 可能下载了就卸了 或者说一些软件使用时间长了 这个内存的清理不干净 会留下一些系统碎片 还有就是缓存 比如说你在浏览的时候 它为了加载一些应用啊 或者说一些这个软件 它后台后门开的比较多 不太正规啊 它会多出来一些缓存 也是在其他这一部分的 还有一点就是手机系统内部 不识别的这个文件 比如说有一些游戏的这个数据包啊 或者说一些文件的安装包什么的 系统不识别这个格式 所以说归到了这个其他里边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白问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文章 怎么来清除这些其他里面没用的数据 在微信公众号白问 后台回复其他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这儿咱们就不细说了 公众号看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 怪盗机的黑语 希望UP主送我一台iPhone8 你走 我没有你这样的孩子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人 下一个问题 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 Together什么 哇终于 是念Together吧 终于有一个认识的单词了 好像不是Together 我要上电视 前一元机现在有什么推荐的吗 这个梅兰弄的都有如何 屏幕阵有那么差吗 还要等红米弄的5吗 有没有小道消息啊 昨晚抢到了MIX2后台又取消了 感觉全屏还是在过渡期 MIX2的交互体验是不是不行 MIX2的交互体验是没有任何不行的 全屏的也并不是在这个过渡期啊 我觉得现在MIX2还算是比较成熟 只不过是软硬件结合上面有点差 相机方面有点差而已 千元机的话呢 你说的这两台机器算了 我就不说千元机了 还是跟我MIX2吧 好吧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 是来自B9的小伙伴 实难实难实 小白想问一下Pro7P入手 指什么 这个手机打算用一年半 平时主要是听歌和上Q 打光的时候要想问一下 Pro6P顶配和Pro7P顶配 你更推荐哪一个 这两个的话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啊 首先在这个性价比上来说吧 Pro7P顶配肯定是更合适的 因为Pro7P的话 在今年主要大家纠结就是处理器方面 但是如果你要是赶新潮啊 就想拿一个很新的手机呢 Pro7P呢也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在这个性能的测试中啊 还有就是在之前一些 这个大的测评中 小白就跟大家已经详细聊过了啊 我个人来说呢 这两台手机更推荐Pro7P的 反应上的可能会有点快 影响体验 我觉得我用Mixer的时候是并没有感觉到的啊 苹果的那个呢 它可能是因为反应的这个级别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相对来说体验上就比较顿吧 就是不太容易被你感知到 如果你要是绝对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嘛 对吧 OK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变同志123 你好小白 请问iPhone扩容有没有风险 这个在之前测评中跟大家简单提过 因为目前iPhone呢 今年的这个内存啊是64G起了 之前呢还都有16和32的 所以说我个人还是看好这个iPhone扩容的 但是有风险是一定有的 因为毕竟要把这个内存给取下来 然后再重新写进去 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但是现在淘宝上呢 这项技术也算是比较成熟了 我就给我两个朋友改过内存 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还是有风险的啊 我在这儿必须跟你说 你别改了之后出问题来找我 都说一句 建议如果你改的话就一步到位 直接把它改到最大内存 好来看下一个小伙伴 是来自B站的楼下节操呢 小白15年就开始 用了你的测评 测评吧 用了更轻较于iOS系统 也不如讨厌 有没有一加一加一刷 可以吧 4000块钱入手 苹果这个问题是吧 现在再用一加一 一加一的话 确实还是年代有点久远的一台机器 4000如果入手苹果7的话 国航今年是应该能跌到的 我觉得今年到年底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这不就说年底吗 然后买苹果的话呢 京东苏宁还是官网 还是线下直行 这都行啊 因为都有官方发票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发票的重要性 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这些手机里面啊 国航呢 因为现在有的是电子发票 他可能没有给你指示发票 只要是有正规发票的 都是可以保修的 而且都是可以进行官方的维护和保修的 都没有问题 开发票 当然如果你要是购买水货的话 就没有发票了 这也是水货相对来说便宜的一个原因嘛 因为没有上税嘛 但是水货就没有那么多保障了 来看下一个小伙伴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 YPAS什么 是吧 小伙伴 小伙伴啊 本身是一名学生 最近收购了现在所有的手机 想问一下1500块以内有什么机型可以推荐 最重要的是使用流畅度 偶尔打了王者和2K 1500块价位的 你要是打王者吧 应该还行 但是2K的话 基本就不用想了 流畅运行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画质上面就比较差 1500块以内目前最值得推荐的手机 无非也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魅兰的Note6 然后还有就是小米的5X 就这两台手机 这两台机器 我们都出过详细的终端测评 你可以去看一下 一个是注重颜值 一个是实用性可能更强一点 但是颜值稍长 当然这个颜值上面是个人主观性的东西 我个人可能觉得小米5X的高级感上上面更好一点 但是在续航啊 还有就是性能调教上啊 还有就是相机方面啊 这个魅兰的Note6可能还少好一点 好 来看一下一个 哎呦 是吧 大佬 广州欧博移动CEO陈永明 看到13分钟了 还没有我新凉 这次是十几分钟啊 看到你了吧 我感觉这个科技圈的大佬们已经差不多都来过了啊 还没有来的赶紧快留言就行了 好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微信公众二小伙伴吴嘉轩 我的小米6还能不能用完两年 如果按照小米的系统更新情况 米6最多大概还能更新几年的米外版本 这个我希望上帝是 其实小米在国产的这些系统的更新中呢 还算是比较良心的 就是它对老机器的支持呢 还算是比较频繁的 按照你这个两年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今年买的米6的话啊 那就是到2019年 我觉得肯定还是支持最新买的米外的 这个你并不需要担心 OK 来看一下一个问题 是来自B站的小伙伴疯子班的 我528816 小白老师你好 不要叫老师啊 一到老师我就瞎想 请问未来诺特6和小米5X哪一款屏幕素质好 谁更值得买一点 是一名学生 像625还能称两年吗 625这个处理器看你怎么用了 如果要是正常的使用呢 当这个入门机来使用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用两年 但如果你当绝对旗舰 还是个机油的话呢 625肯定是不能够到两年的 这两个手机的屏幕呢 半斤八两 没有什么差别 我发现大家现在好像 知道白问这个节目之后 不看那么测评了 咱们测评是主页 测评是主页啊 小白测评 把我们的测评视频都看了 好多问题可能你就隐忍而解了啊 OK 来看下一个问题是 微博的小伙伴不羁之风 白哥想问一下 1500这个价位 小米5X是第一选择吗 还有淘宝上的二手6S可以选择吗 5X和Note6都是第一选择 就看你怎么选了啊 二手的6S 其实6S我们策划了一期特别视频 在这先跟大家剧透啊 就是看白问的小伙伴 就是这个6S与这个 国产的今年的一些旗言记的对比 因为来看一下老iPhone和新安卓的区别 因为很多小伙伴都想购买这个 老的这个iPhone 因为价格上面可能更合适嘛 二手的6S呢 我觉得是可以购买的 但是还是看渠道 因为现在翻新的比较多 我觉得可以面交 就是这个在同城 然后看现场的验一下机会比较好 好 来看下一个小伙伴是来自 B站的大大划船 不靠奖 小白你好 我是第一次私信啊 这个iPhone7 32G版本 想问iOS11升级行不行 卡不卡顿飞电的问题 iPhone7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升级 你这32G的虽然是基础版本 但是升级也不会占太多的内存 都没有问题 今年的最后一个支持的是iPhone5S 所以说你这iPhone7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可以放心 求上小白新闻联播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微博的小伙伴小智搞机 小白你好 我是花粉和三星粉 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就是为什么 那很多人要黑华为 而且有很多 微博数码博主也是如此 我一直是你的粉丝觉得你最公众想请教你一下啊 这个其实我发了一套微博 但是在白文里边我还是想详细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先说你说的这个微博数码博主 微博数码博主有两种 第一种是资讯类博主 说白了就是蹭热度 然后可能也是惊威啊 自己压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手机 或者说自己就没有体验过这台手机 然后就发一些爆料啊什么的 这也是一类 这个我不平伴好坏啊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想做的事 他可能就是做这个的 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盈利 然后还有一类呢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啊 就是自己呢买很多手机 然后来做测评的 这个又是另外一类数码博主 我建议你去分开啊 然后黑华为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 华为确实有一些问题 而且就是华为的主要公关呢 倾向是不服软 就是绝对不承认 今年起码的公关倾向是这样的 比如说在高端之路上碰到的这几个问题 输入层的问题 然后内存门的问题 但是他们好像都是通过公关的手段给 是吧 圆滑掉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就要这个集中的黑他 但是后边啊 这个基本上黑华为形成了一种正知正确 就是跟风的人其实特别多 后面的机器呢 可能不会出现那些问题之后 比如说他内存后面都改了 输入层也都给你加上了之后 还是该黑都是黑 可能就是正知正确啊 跟风 还有就是说回来华为 其实你黑也好 不黑也好 在国内来说基本上或者说在国际市场来说吧 谁也不能撼动 现在华为国内第一世界前三的这个位置了 对他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care 可能你了解的一个小圈子 就是大家机油啊 或者说数码爱好者了解这个小圈子总黑 但是你发现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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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大部分人肯定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数码层这个事 根本都不知道内存EMMC和UFS的差别 他们可能整个用手机的这 就是手机的这一声啊 连这个词都没听过 对吧 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呢 可能要站在更这个高一点的 或者说更全面一点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不过还是希望华为以后尽量少出这些问题 毕竟现在是国产大哥嘛 带好这个头 OK今天的这个百问呢 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 然后马上呢 也就是要放十一假期了 预祝大家这个十一假期玩的快乐 看人快乐啊 在外边 然后不出去的小伙伴呢 都刷刷我们的视频 刷刷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啊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百问有什么问题 想上电视直接在后天 或者说任何一篇文章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下期叫你上电视 而且每天六点 我们会更新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 小视频 拜拜 其实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吃月饼的 但是呢好像是从去年开始吧 就有一个什么五人月饼的一个什么传闻 什么五人月饼滚出月饼圈 我就来尝一尝这五人月饼 感觉还是不错的 一口没咬到馅 五人月饼滚出月饼圈 谢谢大家